法的传承不只是表面的仪式或方法的传授 而是灵的传递赐封与印证 心法是道与道法的核心 传法体的授授必须施施相传 信息相连 如树木不能无根一样 你的授法师父 从他上一代的授法师父得法体 当你授法时 你从你的授法师父那里得 这样施施相承 代代相传 历历分明 从法的传授到依法修炼 直至获得师父印证 整个过程都非常严密谨慎 如果一个人没有师承 或不经师父指导 只靠自修虽有孤明自发的可能 但独自奋斗毕竟是冒险的行径 如果有师父随时指点你的错误 随时鞭策你上镜 就可以避免停顿在不成熟的阶段 自我陶醉或不知所措 因此在师父坐下修炼是非常安全的 你到了什么程度 师父会告诉你 你下一步怎么走 师父会指点你 你的境界是不是超过了前一个阶段 师父会给你证明 师徒之间的关系 也会在这种不断的指导 不断的鞭策和不断的印证中日益密切 但如果你受法时 对受法师父所说的话 没有一心领受 即使一规庄严 你也很难得到心灵法体 所以必须你的心和受法师父的心相契合 才会感应 才有顺利 快速体验法位和执政大道的保障 法的传授 一定要由师父赐风传给你 如果没有师父传给你 你无法得到 即使你起己摸索 而获得法意上的体验 也必须参请高明的法师 勘验你的境界 经过师父确实勘验后加以印证了 才能证明你的体验没有偏离证法 关于师承的问题 必须纠正所谓传法这个观念 一般人认为表面上一波的授意 或名义上法卷的安利就是传法 这是很大的误解 传法的根本精神是以心传心 心心向传 伺风伶俐 灵与灵相连 不在于表面的形式 而在你是不是诚恳接受师父的赐封和指导 当你修真有了成果 便获得师父印证 这叫传法 因此传法的意义建立在师徒之间 方法的不断传授和境界的不断证明 而传法的因缘 也就直接灵活地表现于师徒的关系上 师徒的关系 最初建立在方法的授受 这是教前的知识性层面 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方法的训练 只有经师父对法加以赐封和灵的传递并且加持 依法修炼才会生效 用法才会灵验 没有得到师父赐封 法就没有传承力 责难与显灵 过功又称过教 过法过执等 是民间道法特别看重的一个核心程序 其实也是所有道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过功的主要作用在于沟通信息 打通气路 传度功力 所谓沟通信息 即师父通过念诵请诗文 请神咒 焚烧书文等 把弟子介绍给各位祖师 先师法主 使弟子获得一种身份上的认可 从此具有修炼本门功夫 使用本门符咒的权利 并有一定的隐性能力随身保护 即随身兵马或护法 所谓打通气路 是指师父强力打通弟子身上的全部或部分气路 一般而言 每种功夫都是通过人体某条气路的运化 内外能量交换而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效果 所谓传度功力 是指师父将其多年功力通过一定方式 强行灌注到弟子体内 使弟子瞬间便具备相当的功力水平 提升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对于民间大多数道法功夫来说 主要是靠师父过功 过功以后立刻能用 而且接受过功次数越多 则功力越强 过功之后一般无需再专门修炼 如能坚持修炼 则自身法力会更加增强 用法更灵 如无师父过功则无法学会 即使对符咒滚瓜烂熟也没用 过功有闻过 五过之别 闻过即在家中法谈前过功 五过一般要在野外或高山顶上过功 闻法功夫极致并驱邪祈福类 只需闻过即可 而某些无法功夫如防身至敌类 则需一次闻过 一次五过才算圆满 才能功夫上身 民间道法的过功方式多种多样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风身 弟子紧穿短裤 异性弟子可以穿衣服 站在法谈前 师父用香火在身体四面画上符号风身 一般是前后左右各九道 共三十六道符号 有的门派在头顶脚底也画有符号封筑 过掌 师父在弹前请师念咒后 闭注器运起功力 把特定符号画在自己掌心 再压入弟子掌心 弟子接过后即握拳保存 然后师父再用香火在弟子掌心 重复画此符号一遍 弟子握拳保存 即告结束 无法功夫特别注重过掌 吞服即师父再黄指 红指 白指上用朱砂或默画出特定符号 令弟子焚化于水中吞服 或者师父直接用纸或香火化敷于水中 令弟子喝下 特殊功夫的吞服 有一定时间要求 写传 即师父割开自身某部位一般是手掌 也有割印堂者 弟子亦割开自身同样部位 两人割开的部位相对接触 血液交融一下 表示血脉向传 因门派不同 也有紧弟子割开自身 而师父不必割着 受法器对于将要出师的弟子 师父要举行一套完整的仪式 给弟子再次加持 然后授予法印令牌 法挂交杯等信物 有的门派还需吞服 授出师令等 赤丰及师父上吊天庭 授予弟子一定的职位 以便调动兵马 开金口 对于一些高功夫的师父而言 某些情况下 过功行事可以极度简化 就是一句话而已 师父说这个功夫传给某某了 你可以用了 那某某弟子马上就可以用 此即口交新传之法 作词ела 作词